稻草富翁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很穷的穷光蛋 它总是在想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变成有钱人 可是 不管它做什么事都很不顺利 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一直在想办法 让自己变成有钱人 最后这个男人决定去求观世音菩萨 这样我就得够变成有钱人了 这个男人每天每天都求 不管是下大雨 还是刮大风都一样 他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 诚心诚意地求观世音菩萨帮助他 哎哟 哎哟 观世音菩萨求求你 求求你 就这样 他不间断地求了二十一天 在这个男人的面前 观世音菩萨突然出现了 并且对他说 看你求得这么诚心 我就让你实现成为有钱人的愿望 记住你离开这间庙以后 摸到的第一样东西 一定要很珍惜地带着它 离开这里去旅行 只要你照着做 一定能够成为有钱人的 谢谢观世音菩萨 这个男人很高兴地离开了 观世音菩萨庙 不过因为实在太兴奋了 痛啊 奇怪 离开庙之后 第一样摸到的东西 竟然是一根稻草啊 带着这根稻草 我真的能变成有钱人吗 可是为了完成当有钱人的心愿 这个男人觉得 自己必须遵守观世音菩萨的话才行 于是他只好不得已地 拿着这根稻草踏上旅途 他走了一段路之后 好啊 终于被我抓到了啊 这下子你逃不掉了吧 于是他拿着抓到盲城的稻草继续往前走 突然看到对面有一整列的人往他这边走过来 可能是哪个有钱人出门的行列吧 不仅有很多随众还有很多行列 感觉好像是大观初询的样子 不要了不要了 我现在就要回家 我要回家 乖乖乖 不哭不哭啊 你要乖乖听话嘛 我要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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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没办法让这孩子不哭 可不可以请你把那只盲虫给它呢 不不不 这根稻草是观世音菩萨赐给我的东西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它送给你们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用这些橘子跟你换稻草好不好 拜托你吧 这个男人没办法 只好拿盲虫稻草跟他们换了一些橘子 小孩子拿到了盲虫之后 真的就不再哭了 于是他带着这些橘子 继续踏上了他的旅程 这个季节正是炎热的夏天 哇 好热啊 他走着走着 开始觉得有点口渴了 正准备吃手上的橘子的时候 那位先生 把你的橘子给我吧 我口渴得不得了 已经走不动了 不行不行 我不可以把橘子给你啊 那么 我又手上这些布 给你换橘子好不好 这个男人没办法 只好把手上的橘子 跟他换了一些布 看着手上的布 这个男人第一次发现了 观世音菩萨说的果然没错 一根稻草变成了橘子 现在橘子又变成了这些昂贵的布 真是谢谢观世音菩萨 于是这个男人又拿着这些布 再一次踏上了他的旅程 他走了一段路之后 突然看到有一匹马昏倒在路上 这位武士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本来打算出来旅行 没想到这匹马却累倒了 虽然他很可怜 可是我恐怕不得不丢下他不管 那请让我用这些布给你换马 是这样吗 真是太好了 你真是帮了大忙了 再见 我走了 这个男人到河边拿水给这匹马喝 并且很细心地照顾他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之后 本来很虚弱的马 突然变得很有精神 自己站了起来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菩萨 于是他拉着这匹用布换来的马 继续踏上旅程了 就这样走着走着 就到了晚上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了 他才刚想完 就看到远远的山头那里 有一栋很大的别墅 他很希望在那个别墅借宿 于是往那个别墅走了过去 结果没想到 明明已经天黑了 那栋别墅里却没有任何一盏灯火 不过这个男人还是决定 拜托住在里面的人 对不起 打扰了 我旅行路过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让我在这里借住一晚呢 这位先生 你来得太巧了 因为我正在伤脑机 要找谁帮我勘这间房子 来来来 快进来快进来 别客气 请尽量多吃一点 请用 这栋别墅真是又大又漂亮 不好意思 我有一件事想要请求你帮忙 我刚好有点急事 必须尽快踏上旅程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马借给我 而且要是你愿意暂时住在这里 更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好啊 好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对了 如果我没有回来的话 这栋别墅就是属于你的了 好 我明天一大早就得出门赶路了 那就拜托你了 这栋别墅会不会真的变成我的呢 不太可能吧 于是这个男人一直在这里等着 很快的过了一个月 后来又过了一年 接着又过了好几年 那个有钱的富翁一直没有回来 于是呢 就像富翁答应这个男人的 这栋别墅 田地还有所有的土地 都完完全全属于这个男人了 其他人听到这个男人的故事之后 就开始叫他稻草富翁 从此以后 稻草富翁就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咯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世音菩萨